各位朋友, 你们好 今天小妹今晚要开一个Potlub Party 所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沙律 叫做Pair Salsa 我会配一个Tropical Meatball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 我希望成功 Salsa是已经做过的 我待会再录制另一条片 首先, 拿一些芫荽 其他材料, 我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是梨 原生是这样 这个洋葱, 我可以不加这个 我加那个红洋葱, 会甜一点 因为这个洋葱可能会辣一点 好了, 不加这个 然后, 这个红椒 柠檬 我用了皮和汁 这个是它的灵魂, 因为很香 没有它, 沙律完全的味道不同 那你现在切到呢 好小, 又小一点 那么, 任除你喜欢 你切的时候, 已经闻到它很香 这个很简单, 不需要煮 这个很简单, 不需要煮 那这个梨是黄黄白白的 好了, 那我们先将芫荽 就放在这里 好了, 那我们先将芫荽 好了, 那我们先将芫荽 那么, 多少呢, 就随你喜欢 我自己是喜欢多一点的 因为我喜欢香口的东西 有点辛辣味道 但是, 当你加了这个汁 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好, 味道很调和的 那之后呢 就是主角啦, 就是梨 所以就要特别多一点 那这个梨呢, 就是自己种的 所以, 我就想炸汁啦 做这个啦 做这个啦 做这个, 这个 做这个, 梨批啦 梨汤啦, 梨水啦 好了, 那之后呢 这个就是红椒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啦 好了, 那这个 这个, 柠檬 这个柠檬呢, 就令到那些 那些不会变了黑 那我们首先呢 首先呢, 需要它的柠檬皮 那就是要这个 这个东西 千千不要炸到那个白色 那个白色呢 就会苦的 那你可以用青柠檬也可以 那我就用这个黄色的 因为我家里有 那基本上 我这个网子叫做 好主食呢 就是说 我的宗旨呢 就是 你有什么在手上 就加什么下去 那然后自己配搭 那当然就要搭得好味啦 在一起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概念是我以前很多年前呢 因为懒呢 就变成了 打开的冰箱 那买菜的时候 喜欢买什么买什么 买完之后 回家再买买配搭 好, 那现在我们拿了 整个柠檬 一个柠檬的柠檬皮了 好了, 我们把它切开 这样呢 就用一些汁 那你呢, 通常呢 就这样啦 那些柠檬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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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掉下去 那你吃起来 有柠檬汁呢 就就是 那口感呢 就不太好 那柠檬汁呢 我喜欢多加一点 因为Sosa呢 是要酸酸甜甜 才是Sosa的本质 味道是应该是酸酸甜甜的 那因为我这个柠檬汁呢 那因为我这个柠檬的柠檬汁呢 不如索性就下整个柠檬的柠檬汁 而且它不是很多汁 那泰国 那现在下完之后呢 好 那我们呢 放少少的 因为没有盐呢 它是不好吃的 有少少咸你才可以的 放少少的盐 不要太多 好了 那加入盐之后呢 那它的灵魂就在了 那就是少少的 维尼哥 那我们大概用这个羹 用一羹 就多一点 因为我这个羹太大 好了 那到蜜糖了 那甜甜酸酸 这个有酸 檸檬有酸 那个维尼哥有酸 那我们要带些甜味出来 好了 那蜜糖呢 我就喜欢多一点 因为刚才是两羹多的蜜糖 两羹多的醋 那现在蜜糖呢 我喜欢它甜少少 今年的蜜糖呢 还好甜 那现在是时候了 那如果你喜欢甜点 那你便加多一点 那喜欢酸一点 那还是少一点 那呢 就把它拌均了 那然后我们还要加一点呢 那就是那个 那个 蜜糖 那大部分 都是和那个 那醋 和那个 那个蜜糖 是差不多 把它拌均了 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是完全不需要 哎呀 我不会煮啊 这个是不重要的 把它拌均了 那拌均了之后呢 你自己就可以试味 那我用这个碗呢 基本上呢 可以一起上碟 因为我今晚要递走 皮肚子 那所以我就盖了一个盖 那我就可以 递走 那你完全是不需要 我需要蒜碗 又要洗碗 我说很喜欢洗碗的 那现在呢 那它呢 那它自动呢 就会出些汁的了 那因为那个蜜会出水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有些水的时候呢 就不会那么干 那现在拌均了之后呢 那是已经完成了的了 这个 这个 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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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叫它做一个 梨子沙律 也可以 那用来拌碟 或者是一个 下吃了沙律 先下吃了主菜 那是不是很漂亮呢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试味的时候 不够酸 不够咸 不够甜 你自己加 材料也是自己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梨子沙律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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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